这个领悟的基本条件 心地清净 这很重要 佛法里面讲 这三个也 心地清净 清净心生智慧 在净土中 殊胜 实在讲是无比的殊胜 为什么呢 净土中 烦恼 一瓶都没有断 断烦恼真不容易 断一瓶烦恼 就是圣人了 不是普通人了 尽私烦恼里面 你断一瓶 在小陈 你真的 是投凡古了 在大城像华严经 里面所说的 是性位里面 初性位的菩萨 虽然地位不高 在小小身 好像是 佛学的学校 小学一年级 你已经是进了学校了 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你是真正的佛弟子 初性位的菩萨 他断烦恼的功夫 跟徐托华平等 相同 所以他真实相声 他没有离开六道 虽没有离开六道 他决定不躲三瓦道 所以叫真的什么 三不退 微不退 他永远不会退落作反复 不会在这个窝道里头 即使没有佛出世 世间没佛法 他也能够 这在六道里的寿命 都有一定点 人间天上 人间死了 到天上 天上寿命到了 又到人间来 人间天上 七次往返 他就成独绝了 那是 没有老师 他独绝了 为什么能成独绝呢 独绝没人教 我们可以想象到 善根深厚 佛菩萨还是照顾他 谁照顾他了 不明显 我们一般人没有觉察到 他有感受 近色纹身 他都有领悟 这个领悟的基本条件 心地清净 这很重要 佛法里面讲 他三个也 心地清净 清净心身智慧 如果遇到 有佛菩萨 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 他就变成神文 文佛菩萨讲经说法 开悟了 没有遇到佛菩萨讲经说法 他也能开悟 时间长一点 辛苦一点 但是他领悟的能力很强 那我们要问 这样的小生 也就是现在讲条件吧 这个佛门大臣 实际为这个小学 一年级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进去 大臣教里面 今天上常说 你要把五种贱货 断掉 贱私烦恼 贱是什么 我们讲 看法 有五大类 错误的看法 你把它舍掉 就行了 往上去 那就是思惑 错误的思想 你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想法是什么 贪嗔痴慢疑 诸位要晓得 自信里头没有这个东西 这东西不是真的 自信里没有 可是你现在有了 你现在有了这个东西 就是有了六道轮回 思想上的错误 间接上的错误 同一个是身见 职责身生活 我在哪里 一定是职责 这是我 这个麻烦大了 这就是 你永远不能离开六道 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 虽然没有欺辱境界 佛讲的太多了 我们也听明白了 知道神不是我 神是什么呢 神是我 我所有的衣服 我身上穿这个衣服 是我所有的 我的衣服 不是我 主要知道 我所有的是有生灭的 我呢 我呢 我不生不灭呀 这身体能不生不灭吗 不能 身体是有生灭的 我们有生灭了 外国哲学家 也很聪明的 他讲什么是我 他不说神 他说我思 古我在 这就比一般人高明一点 我能够思想 我能思想那个 那是我 这个肉身不能思想 是无质嘛 这也就是说 我这个身体 精神那一部分生活 物质有生灭了 精神没有生灭 比一般人高一点 那我们在东方 一般称为说灵魂 那灵魂是苦 那执着这个 执着这个 他虽然是不灭 他在六道里面 血身 他就投胎去了 这个事情 真的绝对不是假的 现在最明显的 算得上是 科学的证据 西方的催眠书 很多人看过 美国 魏斯波斯的报告 其实 美国那边同学告诉我 比他高明的人很多 没出书 他这个书出来之后 被人家翻译成 三十多种不同的文字 在全世界流通 他出名了 当然也算是很不错的 这个催眠是 很有成就的一个人 最近这几天 好像他在澳洲 澳洲同学告诉我 他在澳洲 我本来想找他 找他来给我们 做几场报告 他的时间也是排得非常慢 过地方都找他 从催眠里面知道 人有过去事 过去不值一事 有人在催眠里面 说出十几事 二十几事 我看到魏斯报告里头 曾经有一个人 好像有好几十次 推到前面的时候 推到差不多四千多年 在上古时代 他们居住还没有房子 居住在洞穴里面 在那个时代 这就是灵魂转世 六道是真的 不是假的 阿 祢 陀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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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祢 陀 bounds